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FB在3月之后就放推了 有意说是开发商没有拿到第二季的版权 所以之后就放声不更新 我没有玩过这款 但它某款联动的作品还是有断断续续的玩 另外还有一款预约中的 酷若魔法死 回忆要死 不过目前也没有后续消息就是 关于玩法什么都还是个谜 但肯定是离不开抽卡的部分 在我面前显示你钱包的力量吧 而看几款在台版经营的状况 未来上架的游戏真的是令人担忧啊 前作于2019年上架台版 在2021年关台服 但有提供数据转移到国际服 这点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至少不是关服了就拍屁股跑路 而台版未来预计上架的HD版本 就是本月13号更新的升级重置版 但目前的反馈状况不是太好 游戏是横版的动作结合ABG 我没有玩过上个版本 所以没办法做出很明确的对比 但官方有提到几项改动 像是UI界面 美术画风 养成玩法简化、强度调整、公卡机制等 但考虑目前玩家的反馈意见 到时候上架的版本还是会再微调 这游戏的战斗方面只能说普通吧 打击跟对战感方面太弱了 可能最近动作游戏玩多了 突然这降维打击来的太突然 但习惯了也算能接受 战斗界面跟特效稍嫌普通 未来可以再改进 其他主推的剧情方面部分 这就看个人爱好了 毕竟这款游戏的受众就是IP粉丝 以养成喜欢的角色为乐 所以我也说不上推荐不推荐 结论 好的公司 流芳百事 烂的手游 祸害千年 撇开游戏品质不谈 选择重置一款相对不特别卖座的游戏 而不是换皮去推出新游戏 就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 我还真的挺佩服的 反观如果是腾讯 早就把游戏抛弃 去推其他量产作品了 不过游戏策划跟经营方面 还是要上心一点 不然像台服这种冷冷的经营模式 真的会让人望而却步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